富士村在9月1号成立了一个文件站 由于这个地方长辈人口数增加 波士岸部落主席落地游道表示说 希望秀林乡公所、华联盛政府还有原住民主委员会 可以协助地方遵设两处新的文件站据点 来落实照顾长辈们的生活 在9月1号富士文件站成立之后 部落长者相当的开心 有一处可以快乐学习成长的好地方 波士岸部落主席有利用的表示 富士村看站是全国第一大村 村内人口总数2224人 其中75%是太陆格族人 5%是阿美族人 另外20%人口是其他族群加上部落的长者 由于富士村人口年年增加 部落长者也相当的多 希望秀林乡公所、华联盛政府 原民会能够协助地方震设两处新的文化健康站 已关上秀林乘的研究所 而已关上秀女将、幸福员的保持上 六十字牛 为此,无论如何 他找到一个华联盘的华与 关上秀条大伙力 Jeff 尤其是女将发达大优量 欣赌约耳 这是她的英国 我们这次是四十几个 四十几位 我们的老人这里 抱是二十几个 二十九个而已 你不要跟他一样 几百个也会掉 你在这里我还是要拜托 我们如果真的有地方 可以让多一个班 多一个站 让我们的其他的老人 有地方去 那在这里我还是也要 也要借助县政府这里的关怀据点 也不错 我们的关怀据点 也是 也是让我们的老人家有地方去 所以 妈妈那个妈妈就不要跟他 你都不跟他就有 那天真了 那天真是一天真是一天真 有位富士村 减零亚洲水泥公司 地方工作机会随之增加 村内人口总是为2,224人 堪称全国第一大村 也是凶零亚人口最多的村落 博士兰部落主席 努力代表是 江汉部落地方大佬 凶零亚公所寻求最佳的场所 也寻求行政人力来协助地方 来真正照顾地方的部落长者 记得节奏 休想不来